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经过土原乡 糯米文化风味房 但是门关着 应该今天是没有这营运 应该是要星期假日才有营运吧 我现在已经来到浦原乡四圣宫 现在要到内殿去参拜 来到浦原乡四圣宫 这个四圣宫的前面呢 场地很宽广 四圣宫创建于清朝时代 主室天上圣母 现在从四圣宫的外观 可以看到虽然是妙貌 这个不是很雄伟 但是呢 它整个雕塑 雕塑的内容非常的精美 是一座历史悠久 为浦原乡 为浦原乡 地方乡民的信仰中心 看到了 看到了 这个正殿 屋脊上的雕塑 现在就要到内殿去参访 在殿门里可以看到 一对石狮 还有两根龙柱 整个雕塑都非常的精美 进入内殿呢 仍然有看到龙柱 而且有一座天井 两边这个侧廊的圆柱 书雪的对联 整个这个圆丹呢 雕塑都非常的 非常的漂亮 进入正殿 正堪属是天上圣母 可以看到正堪的圣母神像 非常的庄严树木 秦庄严树 又堪 侍奉 侍奉 五财神 祖堪 施奉 文昌帝君 策電供奉 觀音菩薩 策電供奉 然後這個車點的走開呢 是助身涼涼 我現在參拜過了 世聖宮的天上聖母 還有觀世音菩薩 現在要轉往虛德宮 看一看 到西德宮來參拜 現在我已經到了西德宮 準備到西德宮裡面來參拜 西德宮今天有做法配 西德宮整個妙貌非常的雄偉 整個雕塑 真的是非常的壯觀 尤其龍鳳的雕塑 聽得太沒觀止 西德宮 第一次來到這裡 西德宮 第一次來到這裡 呢 Mickey prayer 全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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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西德宫参拜完毕了 准备换个地点来参访 这个土盐香的一些民权风俗 现在我走到这个 虚无争二虚路 绕来绕去 跟着导航走来绕去 要找一个地方 找不到 现在已经是12点多了 准备接着去吃饭吧 找了一个男性彩绘墙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彩绘 这个老建筑倒是有点意思的 很新彩绘墙 很新彩绘墙 老村长的主管厨 就这么一个很淳朴的保留起来的一些主管屋 这是一个南兴社区发展协会 南兴农村发海艺术剧 南兴社区的一个点 前面是南兴活动中心 这条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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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军路 往前走是好军路 这地方是 浮原乡大友村 都是第一次 第一次到浮原乡 第一次走入浮原乡的 乡土云青 第一点是没错 延林客运的招牌 猪头角 我就是要找猪头角的古厝 是看到猪头招牌的前面 这一间古厝 这间古厝是蛮有历史的 现在我在这个沿路路这里 要找这个土角厝 我只看到这个 有一个老房子 旁边有一间古厝 是不是土角厝 还要再找一下 应该都是 但是 猪头角古厝 并不是只一间 而是一个区块 这间 这间古厝 也是 然后这边 这边的古厝 这是有 保留了好几间的古厝 就在猪头角 就在猪头角这一带 这些古厝群 那边也有 这一带有许多 这个保留很完整的古厝 我终于找到了 这个 虎原香的 猪头角古厝 这间古厝保持得很完整 这就是 彰化 虎原香 这个 有名的古厝之一 这是我要找的 竹头角古厝 整个建筑的巡视 非常的古典 不过这是 古厝保持得很完整 这个 主人 主人还有这个 住在这里 应该是 不知道 不知道是第幾代的吧 这个 竹头角这一块 这些古厝 还保留得不错 我现在到了 古厝乡的 延山道宴 这一座延山道宴 是 张三丰天师 的 太下子孙 所创建的 也是 也是张天师创建的 所以称为 道宴 我现在到了 我现在到了 内殿去看一下 三开间的店门 到内店去看 哦 内地很宽敞 可以看到 圆山道宴 是个大字 是个大字 每个圆柱呢 都有对联 来看一下 政刊 政刊主事 是 吕山伐主 与其众 神尊 左勘 释奉 观世音菩萨 右勘 是 侍奉 福德正神等 五银将军 五银将军的令曲 五银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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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椅子 上面有天絕堂 這個我就不太懂了 今天在參拜完園山道宴之後呢 也結束了土園鄉的行程 現在要到隔壁秀水鄉 到遠林牧場 或者其他的點看一下